星期六,11月16日的《鱷魚談》 先知聲明,現在我錄這段《鱷魚談》是星期五的晚上錄的 為何我要做這件事呢? 不在星期六來做呢? 因為我今天要做很多的 BNO 程式 分分鐘連Live 都沒有時間做 數點錄給大家聽 大家會問,今集《鱷魚談》說些什麼 要你這麼急去回答? 因為我收到很多網友,甚至林九哥 他都和我做完節目的時候問我 喂鱷魚,究竟現在香港這麼多大學的學生 起了堡壘,封了路,倒路各方面的事情 對還是不對呢? 會不會收不到科呢? 怎樣才能收到科呢? 這樣來問我這個問題 當然,我可以先知聲明告訴大家 我永遠都站在香港的大學生那一邊 我永遠都會支持我們香港的尖子 希望他們,無論做錯也好 給他一個機會 在這次大時代的大時大飛裡 吸收寶貴的人生經驗 在當中的人生念力裡得到一個好的教訓 因為將來的香港 就很靠這群小朋友 帶領香港,延續我們的生命 延續香港人的福祉和前途 他們所有的一切都在他們的人生衝擊裡 學到一個寶貴的一課 而令到他們將來裡面 在人生作出重大的抉擇的時候 想回這次的經歷 令到他們有寶貴的一些經驗 和一些抉擇可以做得到 令到香港永遠向前 當然我們的特區政府 永遠不會學習 永遠不會看回 永遠不會認為自己做錯的任何事情 所以一直都是錯下去 越輸越錯,越錯越輸 搞得到一堆屎 好了,我又可以不停反覆問我自己 如果我是一個香港不同的大專學府裡的校長 我應該會怎樣做呢? 我會站出來 義無反顧地 以一個愛惜子女的爸爸的身份 和他們共存共望 他們說,甚至做什麼的事 我都會撐硬他們 永遠站在他們一邊 抵受特區政府的無理攻擊 和黑狗裡胡亂放催淚彈 還是我會很懶惹 賭灰 報警 我告訴你 學校裡面有事被人嚴重破壞 警察,快點來幫我清場 這麼懶惹家產呢? 還是他們會做一個真正正的學者的態度 用一個理智 有分寸的方法 警察,你要跟我聊天 沒什麼問題 出示你的委任證 讓我看看你的委任證是誰 然後你不要再跟我說 跟律師說 首先的事全部跟法來做 做一個滑船 幫學生爭取時間、空間 和一些尋求的共識 在法律裡 和一個談判的過程裡 令到事件和平解決 我很希望 這麼多間的香港大學校長 可以給我一些啟示 但是奈何 雖然學校的校長 全部都是得高望重 在學術界的成就裡 做到很多嬌人的成就 但是 官乎任何的一間大學 什麼的屎題 是不是 史維啊 張祥啊 其他的什麼的校長 到現在 個個都可以 只能說 出來都不出來 最多都是得 算重師 發多些公開信 希望一些不肯退洗的人 快點走 亦都希望 香港大學的 所謂中文大學的學生 可以盡快離開 回復一個清靜的 寧靜的秩序 清理到一些路障 那麼 當然 最厲害的是 香港U的章場 甚至沒有 可以跟港大的學生 要聊天 都會排到下星期三 你不要亂等 死亂等 你才出來說話 所以我就會覺得 這些大學的 這些校長 氣道 以及作為一間管理層 裡面的那種 魄力 那種擔當 是全部都不合格的 那好吧 事情再推演下去 那應該何去何從呢 很多人都會問我 應該以為是怎樣 其實 好老實說 如果你問我 我作為一個生意人的角度去看 香港大學也好 中文大學也好 各間大學裡面的大學生 在這個時刻裡面 你已經是賺了 因為你們飽受黑警的子彈 催淚彈 布袋彈 胡椒彈 射到所有大學附近都煙霧尼漫 被黑警破壞了 污染了我們的環境 這些一幕一幕的 慘痛的 這些慘烈的戰爭的場面 全部已經去掉了國際 全部每一個在地球上的 專上學府的大學生 都義憤填膺 站在你們那邊 每一個尊重人權 尊重生命的一些西方民主的國家 都會站在香港的一方 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現在在這個moment裡 加上這個雜包子 走出來在巴西裡 亂描個摸 激死了美國的參議員 立刻要發動 趕快要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已經贏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一仗 好了 既然拿到彩 是不是要犧牲呢 大家都會看看 大家都會看看 在現在的moment裡 我們看到有什麼事件發生了 首先第一件事 環球時報高度說要撤僑 說要將中國的大陸身撤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會猜到會不會有強大的暴力 情況出來會衝擊各大校園 兵方馬亂殺錯良民 我怎能分辨到你是大陸 還是香港狗 亂描射那些黑狗 那時候會不會影響到 他在國內的一些指責呢 雖然當然 這一堆大陸身已經是個心 站在香港這一邊 將他見到所有東西 爭取民主的決心 知道自己國家的腐敗 這些種子還在那裡 但畢竟如果死了太多大陸的學生 而他們全部的出身 都可能是一些大陸裡面的高官 大陸裡面的大媽撒 那又怎能跟別人交代呢 這一幕呢 我們要相信 既然他打算撤得大陸身走 亦都有很大的程度上 接下來的武力 亦都會相當嚴峻 好了 近來我們都看得到 我們全部都知道 張建宗昨天出來說的記者招待會 什麼狗事都不說 只是說中大是一個冰工廠 只是說香港到處風火連天 屌你老母 很多汽油彈 射民居 射店舖 射車廂 射紅帥 全部都可以說到 所有這些 這些的莫洛托夫雞尾酒 全部都是中大出品 必熟街品 嘩 你這樣去屈 還有坊間裡面 好多按鈎的網民 不停在WhatsApp 你都知道 今天有幾架車出來 有幾千個汽油彈 射去香港的國區 燒光了香港 大家要認真看魚 我都收不少 你們用一下腦 當然用來守住自己的校舍 還讓你們用 怎樣有那麼多物資去做 這些就好多明顯 香港政府 獄監人乃猴 獄家之罪 何患無辭 砌出來的 這些是黑衣 為何這些相片會出來 為何被通街都著火 就是要做到這個輿論 我們的大學 就是利用他們的LAP 利用他們的資源 製造很多大殺傷力的武器 製造很多的汽油彈 要火燒香港 令到香港人人自危 順利一成 那個都奔舟失靈 奴隆 是不是 做些東西出來 砌給他擺明就是老砌 好了 還有兩樣的東西 就是 現在香港的情況 好了 大台在哪裏 大台不見有 為何有那麼多人 可以一呼八應 這樣去做呢 他們就會覺得 整件事情裏面 都是靠這群的香港的 University Student 我們的尖子 這群這麼聰明的人 這群有離心的人 這群這麼憎恨中共的人 這群這麼討厭做中國的人 這群富有濃烈本土主義的人 他們才是大台 他要攻陷過一個高尚的學主 捉夠了我們的大學生 打、殺、燒、劈 總之是完全把我們的大學生 eliminate 放棄這兩代的年輕人 香港才可以 止暴、濟亂、回復昔日 大家做條 哈巴狗 聽你中共的指引 我告訴你 那真的錯過了 但是他們就是他們的目的 要這樣做 好了 現在的情況 可能就是 藉助這個特區的警隊 又或者令到這個事情 去到這麼能覆溝的時候 好了 我曾經都有推演過 當個市、城市、社會裡 暴裂的情況 出現到一個地點 當然是跟隨的 就是這個國安法 在這個23條 究竟是現在這個特首組 還是以後換條 內陸來去執行呢? 但真的不想知道 但可以告訴你 這件事是非常之快 快完之後 平息民憤 就是要動歸黑警了 然後就是這樣下去 所以我個人認為 現在的推演 就是朝著這個方向出發的時候 我希望香港的尖子 香港的各大學府的學生 珍惜生命 珍惜羽毛 你們的目標已經達到 有很多事情 在現在的時刻裡面 之前兩天 我都會覺得應該要死守 守住一個學府 守住一個道德標準 守住一個高唱成操 守住一個高尚的價值觀 守住一條圖騰 但今天裡面 我們已經是賺到我們要做的事 美國會出手制裁中國 制裁香港裡面一些侵犯人權的人 目標已達 暫時以退為進 保存生命 保存語役 前面的抗爭還是非常非常漫長的路 並不是叫大家散水 而你們都衰過了 又有哪個人去打仗 死光了又怎樣去搞香港呢 香港將來的前途又怎樣呢 所以不值得和這班的混蛋 已經下了死命令要追捕大學生 打爛了每一間學校 足夠我們的尖子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珍惜羽毛 退一步 化整為零 以及在現在的社會裡 香港始終充斥著一班上班人 一班喜歡開工的全家產 一班不肯看出我們爭取高尚情操的 按鈎香港人的睡不想醒的港豬 事情繼續發展下去 連續玩多幾天 花不肯到工 出不肯到街 過不肯到海 他就屌老母 他們的民意就站在你的對立面 不會再支持我們 這個在2014年我們都學得到 一個非常沉重的教訓 希望我們的大學生仁義為鑑 我並不是散水黨 我也會永遠支持我們香港的學生 但是在這個時刻裏 保存我們的理念 保住我們的血脈 繼續打這一場仗下去 這只是最能醒目的方法 我個人認為 今天是這麼多 我的語談